四个男生一起露营互相讲鬼故事,吓唬对方,谁知半夜真的遇到恐怖事件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《中间人》,一开始是四个男生在河边露营, 其中一个叫做阿卓的男生在讲鬼故事,说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在这里露营,遇到女鬼, 还吓唬睡在最右边的阿信,说他的朋友当时就睡在阿信的位置,吓得阿信瑟瑟发抖。 这时,睡在最左边的小A突然问道,假设他们四个人中先死掉一个,其余几人会不会觉得害怕? 阿卓打趣地说,你们死了我才不怕,我更害怕我先死。 胆小的阿信想和他们换个位置睡到中间,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。 小A又说,要是我先死,我一定去找睡在最中间的那个人。 几人闲聊了几句便睡觉了,第二天四人坐在小船上进行漂流, 一开始他们十分兴奋激动,但水流越来越急,几人不小心被一个激流打翻了船, 四人通通掉进了水中,好不容易爬上岸,却发现少了一个人,阿卓不见了。 几人寻找一番之后,发现在水里挣扎的阿卓,小A跳进水里去救他, 却被拼命挣扎的阿卓一把按进了水里,两个人一起沉入了水里,不见了。 岸上的两人十分着急,突然水里又爬上来一个人,不是小A而是阿卓, 到了晚上,几人还没有找到小A,他们猜测,小A恐怕已经凶多吉少。 一想到,小A说过,要是死了就会回来找睡在中间的人,几人谁也不肯睡在中间, 于是几人就睡了一个三角形。 半夜,他们听到帐篷外传来脚步声,几人坐起来警觉地朝帐篷外喊了几声。 突然,那人打开了帐篷的拉链,几人一看是浑身湿透的小A, 阿卓和阿信却发现,回来的小A怪怪的, 尤其是挨着他睡的阿卓心里更是害怕,他只好假借抽烟离开了帐篷, 睡在身边的阿博也和他一起出去了。 阿卓将心里的想法说给阿博听,他怀疑小A已经死了, 泡在水里那么久都不死,实在是太奇怪了。 但神经大挑的阿博却觉得他想多了, 与此同时,睡在帐篷里的阿信也察觉到了一样, 小A似乎感冒了,一直不断地在咳嗽。 他担心地去查看,发现小A的头部流出了许多水, 而转过头来的小A也是一张腐烂的脸, 吓得阿信一下子清醒了,原来刚刚的都是梦, 但他也吓得不敢再待在帐篷里了。 他猜测小A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, 他回来肯定是来找阿卓的, 因为小A是为了救阿卓才舒适的。 听到这里,阿卓开始不安起来, 这人一紧张就会出现生理问题, 阿卓说自己要去方便一下, 谁知小A钻出来说他也要一起去, 尽管十分不情愿, 但阿卓还是大着胆子和小A一起去到树林方便, 突然走在前面的小A身上冒出了许多的水, 这情况怎么看都不对劲, 人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就会用其他的方法转移注意力, 于是他大着胆子开玩笑说你还是挺能流汗的嘛, 小A也不答话,突然阿卓发现水里有一具尸体, 正是小A的,他赶紧跑回去告诉另外两人, 起初阿卜还不相信, 小A回来的时候他还打开帐篷,想放他进来, 这一打开不得了,吓得他赶紧关上了帐篷, 几人色缩在帐篷角落里, 等了好一会儿都没动静, 他们只好壮着胆子打开小窗, 看小A是不是离开了, 可是两个小窗打开了都没看见人影, 就在他们以为小A已经离开的时候, 小A的脸突然出现在窗前, 几人吓得屁滚尿流逃出帐篷, 慌乱之中阿卓跑掉了眼镜, 好不容易找到眼镜, 却被另外一个人剪了起来, 看不清的阿卓十分害怕,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阿普, 然后将眼镜递给了他, 谁知他戴上眼镜一看, 对方竟是死去的小A, 阿卓撒鸭子就跑, 在河边遇到了阿普和阿信, 几人返回营地准备收拾东西, 连夜逃出森林, 却在这时发现了小A的尸体, 阿卓想干脆让小A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这个真相, 这样他才不会一直缠着他们, 于是几人开始呼唤小A, 很快小A出现在河对岸, 为了让小A知道自己死了, 阿卓去捞河中的尸体给他看, 却发现这具尸体不是小A, 而是他自己, 很快他们发现不远处还有两具尸体, 正是同样死去的阿普和阿信, 原来他们早在落水的时候, 就已经全部遇难, 只是三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, 小A回来是为了告诉他们真相, 但因为他们太害怕小A一直没能说出口, 不过现在他们又能做好朋友了,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《死神的十字路口》,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, 咱们下期再见。